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据给大家带来升格赛的比赛精选 这一场女巫地图是军工厂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它搬掉了一个机械师 这个在比赛当中 其实波一的比赛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女巫经常会拿一个机械师作为突破口 然后在日服当中 确实是有搬机械师的这样一个打法 但这种打法更多的是打一个控场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他怎么选择 开局找到一个先知 其实还蛮香的 这边想抢窗 没抢过去 外面的寄生信徒没有动 鸟是已经回来了 这边鸟是已经回来了 放狗女巫 这里一刀打 这个是寄生信徒 好像切 切到原生 先知看他的鸟怎么都给法 这里应该是平地能给一刀 一刀先打 哇这只鸟要是给上这边的信徒一削 这把女巫不就崩了 先知这边是没有 把这只鸟放出来 那这波有点小亏 再追过去狗一放 其实只要拉开距离 有一个自动跟随的话 这个先知应该是要倒的 因为在狗子面前 其实鸟的一个作用并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原生信徒跟过来了 刚才那一波如果提前给上鸟的话 其实这把女巫的节奏又变得非常非常差 现在的话因为原生还有一只狗 相对来说抓这个先知不是特别的困难 但是毕竟是背靠大房 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看一下这边反手下摆 走位上面还是非常细腻的 没有给到太多的机会 而且这边的一个走位还可以吸一些鸟 说不定对吧 进了大房以后溜起来还能有一些剑术 好这边补一手技身来管中场的电击 从节奏上面来看 这个女巫更像是我们国内常见的这种 就是顶级女巫的一个打法 就是速抓 抓完以后通过防守 然后控场来建立优势的 并不是我之前说到的 就是日服比较常见的那种控场流女巫 这边两手抢窗追过去 一刀过板刀 但是先知提前拉开 再补一刀回头砸板 第二个信徒跟过来 直接切闪 哇 这里一波直接切闪 是先知万万没想到的 因为女巫这么早把底牌交掉 其实在比赛当中还是蛮罕见的 这把女巫打得好拼 但是我们注意到 他既然底牌已经好了 证明这一波抓人的一个时间 已经过去非常非常久 通缉到的是一个守末 这把女巫算是一个小猎开局 但是这样地图对于女巫来说 是比较好打的 所以说虽然是小猎 只要能够控住这边的链机 守一个三连或者守一个四连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看这边是想打条箱闪现一刀 条件事这边被打残 香水都没放出来 这一波很伤 条件事这里待会再挨一刀 因为他的香水是没有放出来的嘛 所以说这边半血需要队友的一个救治能花的时间 诶 这里还在一刀抽刀 整体上面感觉从那一波闪现 把条箱打残以后 整体上的一个女巫节奏瞬间提了起来 这里还想要来清信徒 我们看一下 怎么说 先把条箱式的信徒补上 然后过来管佣兵 还是先去处理那边的先知 好决定先把先知挂上 那边一个半血条 是一个半血的佣兵 都是有信徒跟着的 诶 女巫这边 在看了一下场面上的一个形势之后 现在是先把人挂上 通缉到佣兵 如果说现在有信徒有闪现 那么看到人就是倒一个 这里求生者要做的就是 趁着守木人 哎呦 这边这两个人相对 还是给了一些机会 其实他们是可以趁着守木人 过去救人的那段时间 开始信徒 这样的话女巫是疼不出手来的 但是这波清 然后条式倒地以后 整体上女巫的一个节奏就起来了 因为它可以压住场面 你们这边又需要摸 又需要救人 然后这里再补一手寄生 看一下能不能摸起来 摸不起来 这里想要再追一刀佣兵 没打上 应该是回身过去挂这个条式 还是他要管这个先知 因为先知是上挂飞 这里是选择过来继续追 佣兵还打到了 这佣兵的护币刚好被打断 条式那边是起来了 但这个条式是交调自摸的 他打的是非常非常拼 这把女巫打得非常非常的拼 我们可以看到 要是我我相信大家作为观众 在这个时间点看见一个倒地的调香师 这么香肯定是会把他挂上的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 这边闪现好了 这个先知应该是走不了 除非吸出一只鸟 有没有鸟 没有鸟 闪现一刀寄到还是原生刀 这边挂飞以后 还是两台电机 求生者现在休息的压力将会非常非常大 在那岛地一个佣兵是有信徒看着的 直接挂飞以后可以马上牵起佣兵再挂 外面两个败血的人 虽然说有道具 但是不足为惧 因为女巫刚才第一波闪现较弯以后 现在慢慢的闪闪现 大家可以看到闪现已经是续出来了 那么见到一个人就是一个击杀 挂完来看求生者这边 想要感觉这把是个四杀局了 打到这个局面已经是四杀了 其实从中期开始 就是调香师和这个佣兵那一波消信徒 是给了屠夫一个大机会 是整场的一个转折点 不然的话 如果他们卡好时间 协同做的好 我觉得当这个守木人贴过去了以后 对吧 那女巫被迫要防守 这个时候再消信徒 再进行补给应该是最好的 这边一刀击倒 那边调香师的电机 牵起来 这边有闪现 闪现 这边直接把信徒削掉 掐是掐得非常的好 但是电机貌似还没修完 最终应该还是一个跑不了四杀 当然这把女巫打的是又凶悍又精准 开局抓人的时候稍微的没有抓得特别快 但是一旦控住场面 抓到第一个人以后 打的是非常非常凶 闪现过去对吧 击杀打这个调香 然后就是从头到尾压着你们打 这把真的是堪称一个教科书版的凶猛型女巫打法 打的真的很凶很好看 作为观众看到这种比赛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赚的 不像有一些比赛 他可能会打的比较球稳 那么虽然说为了比赛 球稳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观赏程度上面肯定没有这样的比赛来的好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